幸福快乐的日子过后 带你走进灰姑娘的孤老生活 灰姑娘终于失去神仙教母的魔法 漂亮舞衣 老早褪色 水晶玻璃鞋再也踏不进皱巴巴的脚底 艺人Ella 陈佳化拿着故事书 缓缓地念着大家熟悉的童话古事 延伸创作 当公主 王子都已年迈时 可能面临的处境 并以虚实融合的方式 让社会大众透过真实的长辈故事 进一步看见独居弱势长辈们 面临的寒冬处境 Ella念着念着也不禁热泪盈眶 我们真的是去看见长辈们 内心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渴望 然后给予他们最温暖 最贴近的帮助 让他们觉得真的很弱形 而不是只是物质上面的 所以之前比如说有什么 圣诞的宝人派送啊 对 然后还有居家修缮啊 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就是 你会觉得你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你给予我最实际 我最需要的那个帮助 然后这是我一直都有看见的 那今年这个是童话故事的一个主题 孤老童话 我自己其实在念这个配音的过程 我其实蛮感动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梗子 因为其实 我们突然想到 好像我整理一下 因为其实你看到这个故事 其实我们对故事都会有种想象 然后从小到大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 从以后王子跟公主就是过得幸福快乐的一次 对 可是长大了以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的辛苦 还有困难 还有挑战 可是我觉得童话故事最重要的不是在于那个结局 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那个善意 跟希望还有温暖的那个信念 那我觉得在宏道基金会里面 一直可以看得到他们秉持这样的信念 然后希望透过更了解长辈们内心需求跟渴望的方式 去给他们最实质的帮助 然后让他们的生活 即便到了老年 还是可以感受到美好跟希望 然后让他们还是可以拥抱的微笑 好好的过他们的余生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可以继续为宏道老人基金会发生 然后也希望所有有爱心的人士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来加入这个寒宗助老的这个行动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独具长辈们 Ella连续五年担任洪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爱心大使 今年也响应独居弱势长辈关怀计划 与从彰化县北上的85岁 陈宏阿嫂阿嬷温暖互动 送上围巾手套等保暖小物 叮嘱阿嬷要多出门走走 我买一个礼物要给你 这样啊 因为我知道你 切得 你赶紧哦 我们有特别准备了寒冬防寒的小礼物 有我们的漂亮的粉红色的微博 哇 漂亮啊 漂亮啊 又挑选拯换一个粉红血就像公主一样 对年轻人来讲寒冬的时候 我想我们最常想到就是约自己的好朋友 可能去吃火锅啊 或在家里面就是煮那个寿喜烧 那然后再洗个热乎乎的热水澡 然后可以很开心的看个电影 但是像寒冷的天气 其实对长辈来讲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们可能要担心他们的晚餐到底是不是热的 然后他们目前的棉被 他们的衣服够不够 甚至是他家里到底有没有热水器 那我会讲这个的过程是因为 事实上我们在服务很多的长辈 真的就看到他们家里面实际上的需要 而我刚刚说在家里没有热水器的那位阿嬷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那当然他因为很多的原因 所以家里他不愿意离开那个家 因为那是他的家 可是也因为很多的原因 所以他家里面很多的设备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得要透过志工 或我们专业的照顾服务员的伙伴 来帮阿嬷煮热水 他才能够每天洗一个热咕咕的照顾 那宏道从 可能在全台湾各地其实陪伴了一万多个长辈 就独居弱势的长辈从宜兰到屏东 所以每一年都会很希望透过这个时间 11月到2月的时间可以募集 足够的经费让我们可以用一整年的时间来陪伴长辈 然后也在过年的前夕陪伴他们过一个非常好的年这样 那今年第五年我们非常开心 还是可以邀请到Ella来担任公益大使 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五年的过程当中 每一年其实我都有机会 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寒冬助廊的服务这样 那就一直在想五年了到底有没有改变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从看见去改变 那所以过去我们可能做很简单的所谓送物资给长辈 那光这一项服务 事实上他后来很多的演进 包括变成百宝箱的服务 开车直接到山上把物资送给长辈 那或者是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变成了视讯陪长辈透过网路就可以勾入了 那这些的演进事实上也都会很希望是可以更贴近长辈生活的需要 而我们来做这一些的改变 好所以我想寒冬助廊每一项的服务他都非常贴近长辈的需要 不管是送年太送一只或者是陪购物一直到走春 那就会非常希望可以借由大家的媒体的视角 来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看见 就是这一些长辈他们现在生活上面的实际 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过年前 在媒体上面该会看到大量的各种各个很重要的议题这样子 那其实最难突破就是怎么透过一个比较 更可以让大家吸引大家的目光来关注这个社会议题 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推出了孤老童话 那大家想象中的童话故事可能都是有非常美满的结局这样子 那个通常ending都是怎么 公主与王子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这样子 但是童话故事里面的人如果用一些更多的想象力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当他老了之后 他的生活情境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这次透过非常谢谢创意出动跟着我们 也是陪伴我们走了非常多年 谢谢你们 每一年都是透过不同的视角 然后不同的设计来跟社会大众沟通这样子 红道今年以孤老童话为主题 唤醒大众重视中规一老时该面对的议题 期盼更多爱心民众加入捐款助老行列 为他们的孤老生活带来更多笑容与希望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一万多年长辈让他们有年才 然后我们